社会弱势族群的连生活佛卢盛宴 这个捐赠善款已经发起了偏向意见 希望可以刨砖语音 让地方长者的生活呢更有尊严还有品质 捐出30万给新竹市政府用于急难救助和老人关怀 连生活佛透过实际行动 希望维持地方长者的生活品质与尊严 而台湾面临高龄化社会更需要懂得尽老尊贤 在家庭的教育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到 一个要忠于国家 一个要孝顺父母跟长辈甚至老师 学校要教育小孩子要知道这个中近老人 好 要孝顺父母 无法起免费疫诊持续关怀落实族群 连生活佛不只要抛砖引玉带动社会行善 现场也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农历初一初二或十五十六迎财神 毛笔跟墨水这两样东西 然后走向东方走八步 然后你要喊财神到我家 再走回自己的家里 那么在自己家里面的财库位 用毛笔沾墨水写上三个字 一个叫旺旺旺旺 举办法会为宝岛祈福 祈祝透过宗教力量安定人心 要在新的一年为台湾带来更多正向力量 记者新竹采访报道 好